哈喽大家好,我是罪影,今天继续我们的全荒98C理解满事况 解说这次是由L大神对战八神月 八神月还是森大超商主义 开场就用了一个大门,来看L大神他的King能不能撑珠 落地参角给他一个天地反,送他扶空 落地头招夫再接一个十连,然后还近身想抓,他还真抓住了 对手应该起跳没有跳起来,只怪大门速度太快 开场就压了对手一个起身 给对手一个下马威,落地超大外哥再次接住 然后给他一个力头 13连过后,直接打匀了 要不要这么狠啊,现在 八神月今天手势特别的热 刚刚已经连挑数位高手 下面来看第二局 来第二局看L大神的克里斯 好像今天是八神月的一个大专场 发抖爆气,后车想抓,退出闪身 缠脚带归,冲冲小跳3D L大神现在特别谨慎 面对这个强悍的八神月 他也是摸准了对手的套路 你看,重手,重腿,滑步 哎呀,太可惜了 刚才连到之后没有接起来 现在大门再次给他一个大招 送他扶空 诶,震一下 让落地再来一个地狱折落 连抓两次之后 看克里斯要跪了 下笔投上服,投上服两次 超大外哥再次接住25连 最后继续给他一个抓嘛 他又来了个天地反 这套操作真的是无解了 下面来到第三局 来看耶路大神最后一个角色了 最后一个角色如果再不能撑住 那真的就真的无解了 哎,下面来看后车 哎,闪身 看前跑一下再来个转锤 大门还是那么勇猛 哎,震 那么前跑 驱晃 对手还是被跳 快速闪身到反面 哎呀,又一个天地反 把他搂住 落地朝大外哥到反面 他肯定是要施展大招了 哎,突然打了个跳cd cd投上服 顶飞 接摔一把 然后近身再抓 哎,这时对手突然来了个大 铁球砸起来 跳四地 来一个铁球大宝走 耶路大神翻盘的机会来了 落地他没有再来一个 反而又被大门反抓了一手 这是什么情况 这一家枪反 这个枪反还是很及时的 盯住之后 铁球再砸 哎,大招没有出来 又给了大门一个机会 但是他又盯到一次 终于也抓到了机会了 这次太险了 再来看第四局 看八神月的 趁过汉处上 哎,直接爆气 快速闪身 铁球他还想砸 咱们再来个转锤 跑跑过来 跳下跳 一个大招 对了过去 哎,顶一下周 再来一个大招 送他扶空 二十一连一把 抓住一个哲铃头 结束了吗 应该差不多了 哎,就在这时 咕噜噪没有连到 钢一下CD 铁球大宝走 空中一个CD 直接结束 大家请点一下 关注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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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了